法輪功在香港的媒體 近幾年開始將播毒的策略 轉攻年輕人 旗下的出版社將暴徒佔領理大 中大的圖文 製成特行以及書籍 趁機打入香港年輕暴徒及學生的圈子 自國安法實施以後 他部的特行 由書攤 公開銷售 軟移到地下偷售 由法輪功集團開設的健康食品零售店 暗作提貨點 記者按照熱線職員提供的取貨地址 到達億經廣場 一間叫綠色東方 賣保健食品的店舖 但只是掛羊頭 賣狗肉 收銀台已預先擺放了記者預訂的一本 中大理大保衛戰及收據 女店員趁機向記者推售 多本法輪功書店有售的反動洗腦毒物 問記者 你有沒有看過 《九評共產黨》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惡魔在我們的世界》 問記者有沒有興趣看 店員誤以為記者是中大大學的學生 再推銷另一本大紀元出版的黑暴書 之後女店員手出店舖外的側門取書 相信蓋住為黑暴書刊的貨倉 送你來 我拿到咖啡來 記者跟店員說 報攤已經沒得賣這些特刊 女店員說 風聲緊要偷計賣 可以問一下報攤 有時可以收在下面的 不擺出來 怕警察會查到 店員又說他們賣了年多 第一批貨很多人賣 多虧 本來花園街有個報檔 幫我們賣書賣得多久 賣得多好 警察說中大理大保衛戰 這些書是反國安 不要賣 嚇到暴犯不敢賣 店員還說到 綠色東方是批發黑暴特刊 說他們批發給暴攤 其實這裡是大紀元 本來放在這裡賣 但警察都有查 所以要打電話預訂 有些人可能是放射 綠色東方主要是賣入口的韓國 以及台灣的茶飲 護膚品以及健康生活用品 推銷智能軟紅外線按摩床 還說可以消除筋骨酸痛 綠色東方最大的股東 及董事 遼國均 是新唐人電視的大股東 及董事 大紀元國際 及印刷大紀元時報的 新時代印刷廠的董事 美國籍的劉國均 又名國均 是香港大紀元社長 2001年移居美國 擔任大紀元的總編輯 2013年回到香港 表明回流香港的原因 是因為香港是中國內地的後院 公開表示 要在香港建立反中亂港的反動媒體 來搞內地